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道歉也没跟农民说 协调结束 林中森和大浦农民走出行政院 没多久苗栗县长刘正宏现身 不顾媒体冲向前 刘正宏钻进车厢 火速离开 乘风快闪 但刘正宏答应吴敦义会与民共通 制造双赢 不过大浦农民认为刘正宏从头到尾没有表示歉意 根本就是敷衍了事 就是把今天这样子敷衍过去而已 他其实不会真正有任何的考虑 我们还会再次的在团结各地农民的自救会 再狠狠的再一次做一次更剧烈的抗争 新政院延立刻召开记者会做出才是 如果在法定预算没有办法支应的时候 能够向企业来募款 来达到从优从宽的目的 农民抗议强制真谛 院长认为一片豪意 一个半小时的协调会没有共识 苗栗县政府和百姓的真谛风波还没落幕 中天新闻黄明君苏煞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在这场协调会上面呢 吴敦义是提出了两项方案 希望刘正宏能够考虑一下 他说呢这个叫做大浦的输宏道 这两个输宏道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是缩小征收土地的范围 因为这一次抗议的农民 大概是整个征地的农民当中的2% 那刘正宏是说这也会影响到 其他98%已经被征地农民的权益 为了2%影响到98% 他觉得案子不可行 那第二个呢是叫做从优从宽去补偿 这2%的农民 那这个部分呢刘正宏也没有正式的回应 所以整个协调会算是破裂 今天吴敦义除了处理廉政公署之外 还要再花一天的时间来处理 这个大浦农民征地的事件 这个事件发展到现在 到底是农民这一方的要求是无理的 还是刘正宏在处理征地的这个事情上面呢 是站在理亏的一边 会问怎么看 基本上这个 这事情是个旧文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那个怪手开进去 其实6月9号就开进去了 6月9号今天7月20 所以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 所以已经抗争这么久了 对他抗争了非常久 主持人讲的非常好 请问上个礼拜吴敦义在干嘛 我坦白讲我没什么印象 他上礼拜在干嘛 那请问上个月他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他上个月在干嘛 因为刘正宏他是县长 那他被这个事情已经烦很久了 在6月9号怪手开进去之前 他们已经不知道协调过几次了 所以我不谈刘正宏 因为刘正宏相对是不重要的 他不是被评鉴为 而且他好像是卡在他身上了 五星级的这个县市长嘛 现在在铺栏上面 已经变成五星旗啊 五星旗 已经变成五星旗的这个县 其实我不谈他就不知道 那你今天 因为有很多农民的团体跟朋友 他们到凯道去夜宿 种的凯道 种的凯道 所谓的道 那个道字的道 那你不能早点介入吗 我说行政院如果说真的要说 一定要闹到这个程度才要来处理 所以我才请问大家说 吴敦毅上个月在干嘛 他上个礼拜在干嘛 那他们已经 他们说要到凯道去集结去夜宿 那个也讲了很久 而且不是秘密耶 说哎我跟你讲 我们这公开讲啊 你明明知道他们要去 你不能早一点说 哎不大家来这我请 大家喝茶吃饭 我看到底是怎样 他为什么不早出手呢 还是说刘正宏跟吴敦毅 甚至是国民党都误判了 说现在怎么变 因为这后面 就是说这个整个事情的后面 有没有政治力在操作 我跟大家报告是有啊 百分之百有政治力在操作 就是民进党在操作啊 我敢跟他刚刚讲就是这样操作 那他这样操作 你能怎么样 你也不能怎么样啊 你任由民进党去操作 就转得会疼 然后说不好啦 大家来讲讲的 他已经吵很久了 而且你如果真的去研究说 为什么会有那个所谓的 这个竹南基地 为什么 因为阿扁时代通过了 不然你怎么办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讲不清楚 我也不懂 为什么吴敦毅跟刘正 为什么讲不清楚 你后来征收的面积扩大了 大了五公顷 然后有民众不愿意 你要想办法解决啊 那你解决不来 到现在说上了街头 然后有人一再地操作 你又觉得蔡英文有没有去 蔡英文也去啊 可是大埔的农民 我想问一下说 你为什么不用蔡英文说 通过的时候 你也很像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你怎么不讲一下 你为什么那时候就挡下来 就不会通过了吗 他们是说没想到半夜会来 那是一回事 那个是一回事 你说你那一个基地 很多挺这些农民朋友说 我们有很多科学园区啊 也还有很多空地啊 为什么一定要再挖这个地方 我也同意啊 那那时候核定这一块通过的 不就是民进党吗 大家都讲不清楚 现在变成说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这些农民朋友 主持人我的结论 我是比较坏心啊 他们反对任何的补偿 就是什么 以地异地不要 征收我也不要 所以所谓的从优从宽补偿 这一条是不可能的 就有部分的 因为98%已经都同意了 我说有部分 2%啊 百分之2里面还有部分人 是不接受任何协调的 就说这就是我的 我就是要住这 我就是要在这家政策 这些我都同意 那你们绝对不能改变主意 叫拼叫拼 社会就是这样 你不要说政府 我多给一点 然后说好吧 那我就搬走不行 你就给我永远住在那里 不准动 是这样子吗 不现在如果说 只有这些人是从优从宽补偿 那百分之98的人 那为什么我不是 那我以后也都不走好了 所以缩小征收范围 也许是一个方法 就你不要的 我就不要收那一块 就整个化掉 这样你不行 这样你不行 因为那98的人会说 那我也改变我的想法 那就全部从来啊 会这样子 全部从来得了 我认为 我认为刘正宏县长 他是一个五星的 5 star 那为什么会有五颗星 不止一次好几次 我觉得他是很明粹的 而且他是很想着 老百姓在干什么的 他很会讨好老百姓的 要不然在苗栗会拿五颗星 这如果不说很顺利 不算的意思 五颗星不容易拿得到 那他现在说缩小征收范围 或是补赏 他都坚持不可以的原因 是因为你如果让了这2%的话 那98%没完没了 那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 吴冬义 会有更多农民夜宿凯道 我觉得现在吴冬义是怕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想到野火燎原到这种程度 没有想到你们重到凯达个人大道 他在怕嘛 吴冬义是最怕影响选情 影响选票 随息他的敏感度不输刘正宏 所以现在是两个很在乎选票 很在乎名义的人发生冲突了 那现在吴冬义当然他跳过县长说 不然这样啊 但县长说怎么可以 你这样的话我的微信没有了 就算农民答应了 这个刘正宏这一关卡住 这个我觉得吴冬义也不能下令说 县长你就听我的 那县长 他也没法把他换掉 那我要是刘正宏的话 我县长不干了 对不对 因为这是微信的问题 我觉得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再去问问这人家98%都同意了 他们是被迫同意的吗 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同意的吗 他们是在这个柯正猛如虎之下 勉强点头的吗 然后去检视这2% 整个不同意的过程中 是不是合法 如果合情合理合法的话 那我挺无盾力 但是如果里头有不合理 不合情不合法的话 那我觉得政府要站得住脚 要挺得住才对啊 不过如果现在再去问那98%的农民 还是会有一些人讲说 早知道可以抗争不用的话 那我也要抗争啊 那当然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地方的县市呢 征收民地是起来有志嘛 那为什么这么多县市也有抗争呢 但是弄到说要中央的行政院长来处理 这就是一个疏失啊 所以刚刚提到说 刘正宏都没有跟农民道歉 我们到底要知道说到底要道歉什么 但是至少有两个要道歉 什么道歉 假如说刘正宏你自己本身当地方的父母官 你没有能力去解决你的问题 不能与民沟通 不能创造双赢 还要劳动行政院长来帮你处理 那你要跟院长道歉 所以他是要跟吴敦毅道歉 不是跟农民 另外一个是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地方县市首长的事情 吴敦毅把手伸到地方县市首长去 那吴敦毅要跟刘正宏道歉 他自己在处理权责的事情 你去介入人家的处理干嘛 可是他已经在凯道上面中道歉了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在凯道中道是一件事情 权责属于地方县市的 你就应该去尊重地方县市的处理 像刚刚几位朋友的讲法就说 你要叫你的县市长 说从优从宽 缩小范围 这会都会造成后续 很多更大的争议 真正在处理的过程里面 最了解的是刘正宏嘛 你不能说因为有些人上了 这个街头以后 你就马上以县市县市长之尊 把他叫来 那你叫做这种指示 这种问题只会没完没了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暴露出 国民党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权责不分 而且不去深入了解问题 那像慧文讲的 已经拖了那么久了 你不处理 现在看到人家走上街头就处理 那将来是不是 只要有人走上街头 吴敦毅就要去处理各线市的事情 没完没了 这就像父子骑驴 现在到底是那98%的农民的意见 还是那92%的农民的意见 刘正宏怎么处理 吴敦毅怎么处理 我觉得两个面向 我觉得针对这个个案 我认为木已成舟了 生命已经组成熟饭了 因为刘正宏刘县长 端出来就是98比2 而且这些少数的农民 已经过了公告的 征收的期限 那中间是不是有一些 真实人物操作说 不用理会 不用理会这个公告的实现 我觉得这第一个 但是吴院长他现在介入 也不是没有到 因为这有关系到 内政部的权责 不权是地方 而且最近最后定夺 都市计划变革 对内政部他是 对都有相关 但是问题是说 你一个木已成舟的案子 吴院长想用那种翻盘的手法 要全部重新来过 或者说部分 然后针对这2%重新去处理 那你如何去对 吴院长他口中所说 那98%交代 我觉得这是个案的问题 但是今天这个农委会 你们等一下也会有这条新闻是说 重大的建设最好别用农地 这就是我后来要讲 语重心长 因为针对这个事件 其实可以给我们现在的马政府 做一个警惕 因为我过去 我参考那个揭臂桌尾小组 其实吴敦云吴院长也在其中 就陈文倩女士所组的 过去在立法院一个揭臂桌尾小组 他们去统计我们现有的工业区跟科学园区 你现有那些闲置的工业区跟科学园区 有的比例是占了七八成 就是说你有的是百分之百没用 百分之七十几没用 百分之八十几都变成蚊子园区了 那为什么每一个财团他看中这块地 我政府就说好那这个地方 虽然是这个案子是因为陈水扁 总统在任内的时候 就因为说一句口号说我要拼经济 我要提倡你们的这个农村的一个发展 等等一些口号 我就把这个地就是好 那我们现在征收 那一个土地征收 你总有满意跟不满意 同意跟不同意的 你现在留了一个尾巴 所以这个抗争的这些团体跟农民 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们举到后面 这个个案不说 后面还有九个地方 类似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也是用同样的口号也要征收 有占多少1700公顷的农田 你今天这个事件 虽然98比2 好像感觉上已经就是这样了 大家舆论 我们刚刚这几位前面有讲到 但是你后续你处理 不要再重蹈覆车 就是刚才光晴提到 今天晚报的头版头条新闻 是农委会主委陈武雄说 以后的重大建设 最好都不要用农地 除非是不得已 其他地通通都找不到 最后再来选用农地 先进广告